先不说我们哪只脚是勾脚落地 还是勾脚的体系 不说这些细节 看下我的脚 右脚起 5 6 7 8 右脚起 1 落地以后转到 8点方向 2 踢脚 然后后踏 3 4 然后在前点 1 踢 7 8 第1步 用脚落下来 完成转身 第2步 屈身完成后踏 第3步就在持基础上 前点 第4步 踏 再踏回去 这就是一组动作 再来多时点到来一点 预备 走 1 2 2,3,4,5,6,7,8 反面,2,转到反方向,2点 3,4,5,6,7,8 跟我一起说,转身 后踏 前点 后踏 然后收回来,转身 后踏 前点 后踏 好 没问题吧?我现在来说细节了 细节第一下动作当起的时候 我们这个是一个原地的过脚 那么前面我们学的原地踏步的时候 我们提膝的这一下需要脚筋这样下车位 然后我们往下踩的这一下的时候 老师说的是拳脚,对不对? 这一下我们就踩在这一下 拳脚踩 提膝还是提膝准备 然后拳脚往下踩 你看 1,你看 脚落回到小八层部位 然后转到八点方向 这个脚下,走 1,2 然后这时候开始后踏的时候 我们抬小腿 这个动作抬小腿 然后看我的脚 脚尖是自然往下垂的感觉 看见没有在这儿 自然垂 不要勾脚使劲 你看我不要这样子 不要拱脚 就是自然垂的感觉 抬小腿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抬小腿,动力到小腿 然后就直接往下 点 好 这个点的时候 我们刚好脚掌去,着地 直接点 好 然后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当往前走的时候 要提膝 提膝 看这个时候 我们还是提膝这个位置来带动的 提膝 脚尖自然下垂 然后 往前点的时候 脚跟主动往下点 脚跟主动往下跌 看见没 好 然后再继续 继续保持住勾脚 保持住勾脚 屈膝 看 直接放到后踏的位置上 好 再来一点反变我再说一点啊 走 然后落回来的时候 看 全脚这样踩 转身到二点方向了 对吧 然后这个时候直接抬小腿 脚尖再下垂 点 后踏 好 再经过提膝 脚尖之然下垂 点的时候 脚 脚跟主动 点点前点 临位上 然后往后踏的时候 直接抬小腿啊 这个动作也是不提膝 直接抬小腿 保持住这个拱脚 后踏 八 好 看清楚了吗 我们一起来一点啊 预备 走 一 二 三 四 提膝 五 六 七 八 八 慢慢地转反方向 二 三 四 提膝 勾脚脸 六 直接抬 后踏 八加快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二 二 抬 三 提 一 五 抬 七 八 好 这个动力脚的细节我讲完了 我现在来讲主力腿的屈伸啊 屈伸呢 还是重拍向上的屈伸 好 我现在慢节奏地做一下 五六七 八 哎 同时屈 七八同时屈 动力脚往下踩的这一下主力脚上身 一 一刻屈伸 二 看 三 重拍向上 四 落拍向下 了 五 重拍向上 六 七 重拍向上 八 成 再来 上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好 就是单数向上 双数向下 这个很好理解啊 这个是慢节奏的处理 那么我们在第一次交给大家这个组合区 去年的三月份的时候呢 呃我们是正面做了一次 反面做了一次 都是慢节奏的处理 那么这一次我们进阶了啊 这一次很多同学在反过来学这个组合的时候 可能控制能力更好了 理解能力更好了 所以我们按照教材员吧 节奏轻 嗯 给它轻分一下 低下的方 慢的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三 五 五 六 七 八 七 好 那么快的话它可能难在的是我们重心的控制 还有这个动作一快 你慢的时候 你可能还考虑我这只脚还是怎么样 是提吸过来 还是抬脚过来 对不对 那你到快节奏的时候 平的就是你对这个动作的肌肉进行 你已经习惯了我这一下就是提 我这一下就是抬 你一定是从慢的先掌握好了 我的头脑非常的清楚了 肌肉也是非常的清楚以后 你再加快的做 哎你自然而然脚下就能出来 否则的话你的脚可能会乱七八糟 不知道怎么弄的 所以说咱们同学啊 这一次晋级了难度稍微加大一点 好 这个动作的脚下动作 我跟大家说完了 我先来说上身 上身啊 打 打 五六七 八稍微放松一点 放松 打 然后一的时候呢 是挑翻身 是我的右边的后背的感觉 去往上推 打 哎转向 二点方向 看啊 八沉 含胸 然后给一点往右 往右给一点含胸吐气 然后一 后背推起来 打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对的是二点方向 挑身 躺后开一点 好 再来一遍啊 预备 走 一 打 好 这个时候我们刚才讲了一下 右边的后背的感觉是推着你起来的 对吧 那这个时候我们的左边的肩膀呢 要不参与 就是它没有动作 直接配合 翻过来就好 你不要 看见没有 这样就不要了 就是完全的不要去想你的左边的肩 就自然而然的右边一推 把肩膀挑起来就可以了 是这样子的啊 然后收手的感觉 是自然手型 自然手型啊 这样子 哎 吹我们的身体的两侧的感觉 自然手型我讲一下吧 好多新同学 自然手型就是有点像我们跳的那个芭蕾舞的感觉啊 是大手指头的感觉 稍微往下压一点的感觉 然后呢我们的这个手呢 食指的感觉是往远延长的 然后我们的大手指往回 它不要支太高 稍微往回压一点 就是你要把整个张出来的这个手 给它捋顺了 柔和一点 在这儿哎 往下拉长 这是我们自然手型 其余的三个手指功能 就是自然的排列在一起 不要张开 哎 也不要死死的病着 就是放松拉长就可以 这个我们自然的手型啊 然后我们的手是 你看 哎 手是顺着我们的身体 嗯 下来 看见没 它不是这么能下来的 它是你看 在浮跨手的位置啊 它有点顺着我们的这个地方往下捋下来的感觉 哎 手肩自然下重 好 边手往下放 我们边走身体 一 二 看见面是这个过程 好再来一遍啊 准备 走 一 二 然后 你看啊 呆 保持住不动了 三四 后塌 眼前很塌一点方向 这时候双手自然下垂 然后呢 我们到前点的时候呢 前点体系 这是脚架的动作对吧 然后这时候你的上伸的感觉呢 是要往远拉长了 下来 看见没 这个地方的感觉 呆 后背的感觉 往远 头顶尖带动 往远拉长下来 走 呆 往远拉长下来 45度俯身 这时候我们俯身的角度是面对的八点方向去做的45度俯身 躺头 然后眼睛这个时候看向二眼方向 头顶尖在八点 然后眼睛看二点在这儿 好 那事件等于有的切换 进手看一点 然后我们往下俯身到达位置了以后 看二点 看二点平式就好 事件平的就可以要保持住 好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从挑身到往前俯身的时候 我们的双手的感觉要有一个往下趁着走 往下拉长 趁趁的 到这儿 这叫二位垂手 到这儿 哎 手心相对的这个位置 叫二位垂手 不要大家注意二位垂手的这个体态呢 不要在这儿 看见没 哎 从侧面看是垂的 质眼往下垂的 在这儿呢 好 然后在垂 完全方向垂距的角度还不够 稍稍的往前一丢丢 就一丢丢就可以了 看啊 这个完全往下 这个是稍微往前一丢丢的感觉 不能这样 看见没 一丢丢就可以了 后背拉长 在这儿 好 他在这个过程从侧面走 你看 这个是垂的感觉 对吧 哎 手下垂 然后走的时候 稍微给一点起 不要 直接这么走 看见没 是有一个稍微起 往后 给一点点 然后 这个动作 往下秤的感觉 往下延长的感觉 到这儿 好 这个是手上的感觉啊 再走 一 二 看啊 八 三四 双手自然下垂 别在这儿啊 在身体的两侧 这个位置 好 好 双身 眼睛看一点方向 然后提膝 后背 后背 从顶肩带动往眼拉长 然后手往下 你看 大 往下 提膝 眼低 眼睛看 二点方向完成了这个五姿 就是动腹身 好 这个时候大家注意身体叫做正腹身啊 没有侧啊 没这样子 一定要把肩放平 这个肩 两个肩的点 是垂直于地面的 在这儿 只是头 胖后 看二点方向 在这儿点地啊 然后 抬后脚 看 直接抬加去身 大 后趟 八 好 这个时候我们上身 一直都保持住腹身 手和脚 手和上身的体态 好 眼睛动了不便 保持动 在这儿 好 然后反面了走 搭 看 这个脚收回去 然后上身不要马上起来 上身是在腹身的金属上 挑 翻身 看见没 挑过来 是这样子 好 再来一遍啊 先不说脚 就说上身的感觉 好 看二点方向啊 这个时候身体保持住腹身以后 左边的这个后背怎么样 左边后背 推 推 打 到脚翻身 到这儿 眼睛看一点方向 然后这个地方 看见没 好 好 然后往下趁 往远 拉长 后背拉长 打 看 八点 双手下垂 打 保持住体态 好 好 这个动作的上身 头啊脚啊都给你们俩说好了 哎呀传口气呗 这手大家可以帮老师点点赞啊 这个时候 好 老师喝点水给大家帮老师点点赞 清楚了吗同学们 第二次学的同学们可能体会